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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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的指数 其實比昨天更簡單 因為今天是 我跟你講 台積電跌對不對 其實對大家都好 這樣講怪怪的 但是事實上是這樣 就是說 台積電如果一直漲 大部分的股票 都不會怎麼樣 不一定跌但是大部分 都會受到 因為指數台積電 指數就是台積電 你看這指數跌下來 早上不是還有個高點嗎 跌下來 跌到幾乎是最低 就是台積電 台積電對不對 它直接開低了 683、678 所以早上它直接開低 你看683到678 早上就直接開低就是這樣來的吧 對不對 662 這個沒有什麼 這個其實台積電這樣跌下來 沒有關係 它如果真的有跌下來 我認為 如果台積電真的有跌到 十日線到月線之間這個位置 這是可以買的 但是我不會買台積電 因為那賺 我認為不好賺 你或許認為我講錯 事實上 我跟你講一個漲停板60塊 但是你要花60萬 一張台積電60萬 你賺60萬 你如果賺個10塊20塊 那是賺很多嗎 60萬賺1萬2萬叫很多嗎 60萬假設賺6萬叫10% 60萬如果你賺3萬 5% 現在市場裡面到處有5%的股價很多 但是我不是說你不能買台積電 我的意思是說 這是做醋味的 你就做醋味的就好了 因為這就無效 一支十幾萬 今天賺多少 跌了 今天683到662 跌21塊 2萬1 其實60萬跌2萬1 也幾乎根本沒有跌 很多股票隨便一跌就3% 3%很快 你這IC設計股腳不丟 都漲停板跌停板 3%哪有什麼 但是台積電3%很重要 台積電的3%就是172點 台積電今天跌了172點 大盤跌146點 換句話說 如果台積電今天是沒有跌沒有漲平盤 那大盤是沒有跌的喔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今天大部分的股票都是漲 不是全部啦 我說大部分這邊都是漲 漲的比大部分 不是一半啦 也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多嘛 是不是 一般來講140幾點 你會覺得說好像跌了非常多股票 其實沒有很多啊 因為台積電跌了172點 那我要先跟各位談到就是 我們不是說你不能去買台積電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 給你看台積電之前先看你看這個 這些金融股 外資買股票 他不會天天買 而從來都不賣 你放心好了 他們不會有這種動作 他們買一段時間叫回補全值 接下來就是賣 這是規定的 這從來沒有討價還價過 他買一買就會賣一賣 所以金融股最近的整理 因為上個禮拜 他們全值已經補滿了 補滿了以後就不需要再加碼 不需要加碼 但是不一定會馬上賣 但是如果說金融股漲一段時間之後 你如果沒有讓他休息 你又把他追上去對不對 你恐怕就會短套 短套而已也不會怎麼樣 可惜啦 那台積電會不會賣呢 保證會賣 台積電買一買 賣一賣再買一買 以後還是會賣一賣 這是規定的 從來沒有討價還價 這叫全值操盤法 所以他不會在昨天買台積電 那今天又買台積電 明天又買台積電 然後一直都買台積電 不會 保證不會 所以我們操作股票 不是只有看外資的買跟賣 我們只知道說 他現在青賴是什麼樣的股票 而外資的買賣動作 他一定是 你不要以為說外資是都在追高 不是外資追高 是外資買了以後才會有個高 外資都在殺低 不是外資殺低 外資賣了以後才有個低 他是先動作 價格才會跑出來 而不是說 你看到外資看到688 他買 不是這樣 是外資買了以後才會有個688 那今天662 是因為外資把它賣了 才會有個662 不是外資看到662去賣 不是 如果外資看到662去賣 就變661了 用想的也知道 所以外資他是主動的 他不是被動的 那為什麼我要談台積電 我要告訴你就是說 我昨天講的已經講了 我這幾天其實 其實這幾天講的東西都是一樣 我只是建議你 我建議啦 當然我也是講給我會員聽 我是建議你說 與其這個地方你去買台積電 我沒有說台積電不好 我認為這個會賺的比較多 我認為這個未來 不是說一天當天 不是一天可以解決的 我認為這種股票 未來你買這個股票 譬如說台積電一張 可以買這個大概十張 大概啦 不一定 不是說剛好 大概 那我認為說 例如說台積電會看漲 台積電這個時候也是看漲 我們覺得拉下來以後還是可以買 是看漲 可是 只要這個 這個立基電 未來的一段時間 不是指明天 未來一段時間 它的漲幅 大於台積電 那這樣子 選擇就 你就必須要做選擇 我一樣去金融代工股嘛 我現在拿金融代工股來比較 那聯電也是一樣 聯電也大概台積電一張 大概可以買十張 那世界先進它是台積電的子公司 那最近在賣對不對 那你 那一般來講 投資朋友看到世界先進外市在賣 他以為是從 他以為他會一直賣賣到年底 那這邊會一直以為他會一直賣 一輩子都在買世界先進 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也是是買一買賣一賣 買一買賣一賣就正常 賣的目的是為了買 買的目的是為了賣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講說 用台積電來比較 台灣的二線的代工廠 對不對 那我當然也跟各位來比較過 其他全世界全球這些 一級廠或是二級廠來比較嘛 那所有全世界裡面的 這個IC應該說晶圓代工廠 就是台積電為首嘛 它最好 它毛利最高 它最會賺錢 它當然一定是贏過為三星嘛 我昨天在講過 台積電的營運規模是三星的三倍 三倍大 佔有力是三倍大 就好像說馬斯基它的一個佔有力 馬斯基的佔有力大概是長榮的三倍以上 三倍喔 營運規模三倍以上很大喔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台積電跌下來跌了172點 所以你看到大盤 怎麼會長得好像長得很醜 開高走低 開低然後衝上去 然後又到一個高點然後又走下來 這邊的高點不是台積電貢獻的 這邊的高點是因為台積電那時候 開盤之後稍微蹭一下沒有馬上跌 因為它本來就開低 當它蹭一下有反彈到679 反彈一下 那個時候很多的IC設計股 還有很多的其他股票漲起來了 所以底下台積電的跌幅 所以會造成指數假以亂爭 你會以為指數好像又要漲了 其實指數怎麼不是要漲 是因為台積電那時候沒有跌 那等到台積電跌的時候指數就不會漲了 因為台積電太重了 它一檔股票可以把1000檔股票把它壓垮掉 所以台積電跌下來以後大盤一定會跌 保證跌 因為它總共跌了172點 所以我跟各位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對於經驗代工股我認為 在整個波段上來講 尤其是2022年的開始 這部分來講他們的基期算是比較低 因為它相對其他股票來講 它是比較低的 不是說最低 其實他們從低點漲起來也不少了 但是基本上沒有像IC設計公司這麼高 或者是像窄板這麼高 窄板的基期最高了 了解我意思嗎 那這些公司是成長的公司 我們看一家公司是要看它會成長 2022年一定要比2021年還成長 不能退 就好像我昨天跟你講的就是 大地光店為什麼會這麼辛苦 因為它衰退了公司 它是長期性衰退的公司 所以它的股票價格它會一直往下修正 因為沒有人要買不會成長的公司 所謂不會成長就是它賺的錢越來越少了 它的毛利越來越低了 它比去年比前年就是越來越 越沒有那麼不好 雖然它有賺一百多塊 但是人家不會看這個 人家看的是它未來一直在衰退 那你台積電 聯電 利基電 世界限定是成長的 而且是越來越成長 可以看到未來好幾年都在成長 不是只有去年大賺錢 今年還會比去年更成長 這是確定的事情 那明年呢 基本上如果以按照台積電 目前它公司它的財測都非常準 如果現在目前來講 按照產能吃緊這種晶片都缺了情況之下 明年應該也都還不差 2023年 不是指今年而已 是成長的公司 那這成長的公司這種東西 它整理一段時間以後 它會再往上 整理一段時間往上 那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看起來好像長很多 其實它哪有長很多 跟這個比起來算多 比星星比起來就很差 星星才會爬樹 長了十幾倍 這個榮才厲害 這哪有厲害 這哪有厲害 這普通而已 普通而已也不太厲害 人家要厲害這最厲害 這幾最厲害 人家要說這幾最厲害 這起50倍不太厲害 4.72-234.5 這起50倍 這不太厲害 那哪有算什麼 起3倍5倍哪有算什麼 那起50倍就沒有在說了 你們知道這個意思嗎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我今天再來補充昨天講的就是 金融代工股 我也跟各位報告過了 我們是看好的 那就算是現在目前在整理 我還是必須跟你講實話 我還是這個階段裡面 尤其是一個年的一個年 像現在2022年的第一季 如果你做這些股票 應該是比較 應該勝算比較高 不能說一定 因為如果大盤崩盤什麼也都沒有了 你看台積電這種走勢 它不是要停下來 它只是休息 那既然是休息的話 我想其他的一些公司 利用這個地方 來折機買進是非常好的 那你會說老師那外資還沒買 不要等外資買 等外資買的時候 你去買的時候你就套牢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節目現場 追求夢想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託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託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昨天有跟各位談到就是台積電今年是 去年是23塊嘛 算出來了 那今年應該是保守一點 29、30應該 應該這個算是非常保守的 如果按照台積電 因為我們都是用台積電公司自己講的話 來套用 而不是其他分析師的分析 其他分析師我們都聽聽就好 因為他們常常不准 因為外資的分析師有時候常常改來改去 那我們是用台積公司他自己講的 我們評估出來 因為今年可以29到30塊 就是比去年還成長 那明年來講一般依估我們依估是到38塊 會將近四個股本 明年2023年 你沒有聽錯 真的是這樣 那聯電呢 我們講聯電之前先講這一檔 這一檔已經公佈答案 去年的稅錢是5.43元 5.43元 那稅錢就是還沒有剋所則稅 那剋稅之後因為他稅不高 大概5塊錢超過 5塊啦 會賺5塊 那台積電賺23他賺5塊 那我們預估今年利基電的產能開出來以後 還有這個8寸廠12寸廠加進來之後 毛利提升 我們預估他到6塊到7塊 最保守是6塊 可以跑到可以樂觀一點可以算到7塊錢 算6塊好了 6塊 我們就算6塊 聯電跟他一樣 聯電差不多 聯電的毛利不會比利基電高 但是基本上 因為聯電他前三季 去年前三季他是有業外 他第四季加進來以後 跟利基電差不多 差不多啦 那今年度也差不多 那世界先進會賺的比較多 大概10塊 EPS 今年會到10塊 所以你就知道 台積電我們就給他30塊好了 EPS 一樣都正成長的公司 台積電30塊 利基電6塊 也就是台積電賺的錢是利基電 每一股盈餘是5倍 那是世界先進的3倍 那老師你是在暗示我們說 台積電除以5就是利基電嗎 我沒有這樣講 我們把台積電除以5就是利基電嗎 我們把它除以5就是聯電嗎 那我們把它除以3 就是世界先進嗎 我沒有這樣講 我沒有這樣講 我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的獲利能力 跟台積電目前的獲利能力比值 但是你還要考慮到一點 因為台積電是最好的公司 所以他們這三家沒有資格 享受這麼高的本益比 但是打個折可以 沒有資格喔 我是說沒有資格就沒有資格喔 你不能說它價格是它五分之一 沒什麼事 因為它沒有台積電優秀啊 那你聽到我的意思嗎 但是打個折扣 也不應該價格這麼低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我希望講這樣對你有幫助 就像我昨天在講說 這個一樣做系統IC 的瑞典清掛牌它籌碼比較輕 它就一直漲漲到680了 但是它這個也不差 對不對 它一樣是做系統IC 它的業務是非常類似的 一樣抓不到IC SOC的IC 你看它這前三季是獲利 第四季還沒公佈出來 因為它還沒算出來 但是算出第三季是這樣 那這一檔是這樣 瑞典是這樣 差一塊而已 你怎麼知道 沒有差很多 如果按照去年第四季加進來的話 這個六個股本以上 都是六個股本 兩家公司都六個股本以上 EPS就是六十塊的意思 照理講這檔股票是最有補漲的機會 如果以這檔股票跟這個比起來 是這個不是它高估 如果它不是高估的話 那它真的是有補漲的機會 那另外這個類似 這種一樣是做系統IC 但是它的性質比較不一樣 所以他們就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也一樣都會反彈 這都是一樣 這都是一樣 這個大家都很熟 這幾檔公司 但是這檔公司 Amonet的Tradiver IC 跟它最像 因為它這個瑞典 好處就是它新掛牌 籌碼比較輕 比較沒那麼亂 我的意思你聽到嗎 懂我意思嗎 那航運股呢 就講到航運股 我是覺得說好像 講好像都是浪費時間 因為你也知道我都不會賣 你說叫我EPS 我就不敢說了 我就覺得說那很沒水準 你說老師我們買長榮 是不是要來參加除息 我沒有這麼說 我沒有叫你除息 我沒有贊成說 你要考慮到怎麼除息配股 這個樣來投資 我沒有贊成 我之前已經拿左口袋 右口袋 我已經跟你解釋過了 你除息是拿你自己的錢 你沒有賺 要填息才有 但是你要保證會填息 那如果沒有填息咧 那不是越虧越多 所以如果你認為 一家公司殖利率很高 就要長期投資 那表示你是小白 你程度不是很好 那你是在硬拗的不對 這樣觀念不好 我們投資長榮 最主要是因為它的價格 因為它的價格跟價值的評估 我們認為說 它的反彈還沒有結束 而不是認為說 這兩公司要長期投資的問題 我沒有這樣講 我不會說 因為它EPS很高 就叫你說不要賣 怎麼樣 我沒有在說那個費費 我不講那個東西的 那個誰都會 每一個人都知道誰不會 你不能說長榮賺四五十塊 那個很委屈 本益比才幾倍 少來這一套了 又不是不讀書 要多讀點書 這景氣型環股它沒有資格 景氣型環股沒有資格 享受高本益比 他們叫景氣型環股 他們有可能會賠錢的 譬如說今年它長榮再賺錢 那明年呢 你怎麼知道它明年會賺錢 那後年它會賺錢嗎 它跟台積電是不一樣的 你不要以為 航運股每一年都會賺錢 我已經跟各位報告過了 楊明在去年賺錢以前 楊明去年不是賺錢嗎 楊明在去年賺錢以前 他十年的當中 他虧了八年 只有兩年小賺一點點錢而已 那不是國家救他 我跟你講他很苦了 楊明啊 長榮也不怎麼樣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不是說每一年都可以賺這麼多錢 沒這回事 景氣型環股不可能會這樣子 它跟台積電不一樣 跟聯電不一樣 他們一旦景氣一個反轉之後 報價一旦 運會報價一到下跌 他們就變虧錢了 虧損了你知道嗎 很容易虧損的耶 但是我沒有說今年啊 我是說未來很有可能耶 所以那種公司不能長離投資的 那很危險啊 所以我們做長榮雅明 才不跟你玩這一套咧 我們做長榮雅明 是因為我們用技術面在操作 因為技術面它會反彈 所以我們做反彈坡 我們不是主張要長離投資啊 要搞清楚狀況啊 好不好 如果你不會操作的話 你就跟著硬派 該怎麼買該怎麼賣 我會教你 那有問題的話 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或者是加入好友 Telegram 193008 我已經跟會報告很詳細了 昨天跟今天講的話 其實都是重複啊 其實講的都重複 你會覺得無聊 但是我還是一樣在建議你 你這個信念跟信心 我認為這個大盤 因為台積電的關係 所以造成大家的情緒性 反應這麼劇烈 那這兩天 昨天跟今天 因為剛好美國股市禮拜一 也沒有開盤 那主力的話 他就利用這個機會 拉這個中小型股票 拉起來解套啦 我在會安台連線我都講過 拉起來解套啦 就是他們套牢自己拉起來解套 那你看到強勢股不一定真的是強勢 因為他們自己套牢 OTC不是跌很多 拉起來解套啊 那拉起來解套以後 剛好台積電今天回下來 對不對 讓這些股票更有機會 來表現一下嘛 但是明天以後的操作 就不是這樣子喔 我認為明天的盤勢應該還會不錯 但是台積電明天也就不會跌了啦 那基本上 這個整個操作上面來講 還是以技術面為主啦 那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